香港占中行动原定今天港府官员要跟学生团体公开对谈 却临时喊咖 昨天傍晚学联跟多个占中团体发起新一波的不合作运动 随后港府就表示学联的动作已经动摇到对话基础 决定暂时不会谈 但这番言论又引发学联强烈不满 将扩大抗争行动 号召香港市民今晚一人一帐篷挤爆金钟 香港占中行动延烧近两星期 原定港府官员10号下午要和学生团体公开对话 却出现变数 港府不满学联呼吁市民扎营 做好长期占领街头的准备 动摇双方对话基础 所以9号晚间突然宣布要搁置会谈 港府态度转变还再度表明违反占领的行为必须停止 关键就在于两方在会谈前学生团体先公布新一波的不合作运动 宣称在获得真民主和真普选前会继续罢课 占领交通要道 学生施压行动不打算停 港府就决定正式不会谈 占中情势又陷入紧绷 学生团体痛批 港府根本是故意在拖延拒绝对话 学练强调政府一天不回应 占中行动就会继续 而在会谈宣告破局后 有不少民众再度回到街头 以行动表达对港府的不满 我们一直都希望政府可以跟学生来个 对话 那现在都取消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再继续降临还是要怎么呢 我们其实也不是不太清楚的 对于港府的态度 占中民众是既愤怒又无奈 学生团体也决定要扩大抗争行动 号召上万港民在十号晚间再度上街头 以一人一帐篷的方式挤爆金钟 这一场占中行动还没出现收场的共识 港府和学生团体持续角力 记者中不得